主角与配角 生命的长演出 人生宛如一场精彩的长篇大戏 演绎着悲欢离合 苦乐参半的人生百态 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 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中的主角 而身边的亲友 伙伴则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配角 这个交织着情感 挫折 成长的故事 构成了一幕幕震撼人心的生命长演出 生命的长演出始于我们的诞生 当婴儿的哭声第一次在空气中响起时 这个世界为我们拉开了神秘的帷幕 我们成为这场戏的主角 用哭声奏响了生命的序曲 然而 我们身边的家人就在这一刻 开始了他们在我们生命中的配角表演 父母亲是最早的支持者和引导者 为我们提供温暖和关爱 以无私的爱心演绎住亲情这段感人的旋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的生命剧情逐渐升华 童年是我们人生中最单纯 最快乐的时光 伴随着亲朋好友的陪伴 我们在这个童话般的舞台上 尽情奔跑 嬉闹 这时 伙伴们成为我们人生中 璀璨的配角 一同谱写着友情的篇章 无论是共同经历的趋势 还是在困境中相互扶持 这些配角都为我们的成长注入了无尽的力量 然而 在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也难免遭遇生命中的低潮 挫折 失败 失落 这些都是每个人都难以回避的生命主题 而在这些困境中 正是身边的配角们扮演关键的角色 朋友 家人 亲人 他们如同一道阳光 温暖住我们受伤的心灵 帮助我们重新振作 这时 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配角的存在 有时甚至比主角更为珍贵 生命的长演出也在爱情的舞台上上演 在这场动人的戏剧中 我们将携手演绎出爱情的华美篇章 爱人成为我们人生中最亲密的配角 与我们共同面对风雨 分享欢笑 然而 爱情的舞台也充满了曲折和考验 正是在这些磨练中 我们更深刻地体会到了生命中 每个角色的重要性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生命的长演出继续上演 每个人都在这场戏中 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有时我们是坚强的主角 面对困境 勇往直前 有时我们是温暖的配角 默默守护住身边的人 这一切构成了一幕幕 生动而感人的戏剧 交织出生命中的精彩 在这场漫长的演出中 我们也逐渐明白 生命的真谛 并非在于追逐功名利禄 而在于那些曾经为我们鼓掌喝彩的人们 是父母的关爱 是朋友的陪伴 是爱人的携手前行 是那些默默付出的配角们 共同谱写着一曲曲令人动容的生命之歌 生命的长演出并非一帆风顺 它有欢笑也有泪水 有成功也有挫折 然而 正是这一切的起伏使得生命更加丰富多彩 无论是主角或配角 每个人都在这场戏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共同构成了一部精彩绝伦的生命之书 当我们走到生命的尽头 回首往事 或许我们会感慨万分 但更多的是对那些曾经与我们共同演绎过生命的人们 表达深深的感激之情 因为正是有了这些主角与配角的携手 我们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演绎出如此绚烂的篇章 在这个永无止境的长演出中 让我们怀抱感恩之心 珍惜每一个与我们共同上演的人 一同奏响生命之歌 让这场长篇大戏在感悟与温情中永远流传 结语 在这场漫长而美妙的生命长篇大戏中 我们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有坚强的主角 有温暖的配角 在生命的舞台上 我们一路走来 感受着悲欢离合 人生百态 无论是家人的关爱 朋友的陪伴 或是爱人的携手 都成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共同汇救了这幅丰富多彩的画卷 当我们回首过去 或许会发现 生命的真正价值 并非在于追逐功名利禄 而是在于那些曾经为我们奉献真正情感的人 是父母的关怀 是朋友的支持 是爱人的陪伴 是那些在生命中扮演配角的人们 他们为我们的生命增添了无数珍贵的色彩 在漫漫人生路上 我们或许会遭遇风雨 或许会跌倒多次 但正是有了那些默默陪伴的配角 我们才能坚持走过每一段难关 因此 在这个生命的舞台上 让我们怀抱感恩之心 珍惜每一个与我们共同上演的人 让我们共同演奏生命之歌 让这场长篇大戏 在感悟与温情中永远流传 无论我们是主角还是配角 每个人的生命都在这个宏伟的舞台上 留下了独特的痕迹 在演绎自己的同时 让我们也学会欣赏他人的表演 理解每个角色的不易 生命的长演出不仅是个人的历程 更是共同体验 是我们一同走过的人生之旅 在未来的岁月里 让我们携手前行 共同演绎生命的下一章 感谢每一位在我们生命中扮演角色的人 因为有了你们 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让我们怀着希望与感激的心情 迎接未知的明天 继续在生命的舞台上 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世之作